上一部影片提到 我们已经成功改装了iMac 所以才有了这集的改装后的评测影片 不然就变成了检讨影片对不对 那整体来说是非常顺利的 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是全世界 第一个如此改装iMac 5K 2019版本的 那还没有看过改装过程的观众 我们整理了影片连结在说明栏 方便大家知道整个过程还埋络 首先这台iMac 27寸2019年款 跟我们原本的2012年款相比 其实外观几乎没有差别 有差的大概就是背后的IoPort 变成Type-C吧 那过了七年都没有变耶 真的是太扯了 但是开机以后就截然不同了 原本2012年款的荧幕解析度 只有2K 2560×1440的解析度 当然如果说现在的荧幕如果是5K 其实原本的应该叫2.5K啦 那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 长和宽的解析度都变成了两倍 所以整体解析度就是四倍了 画面变得更加细致锐利 显色也更加饱和鲜艳 除此之外 新款iMac比较可以简单感受到的 效能以外的部分就是喇叭的音量更加大声 低音也更加饱和 CPU改装的部分 我们是将iMac原厂的i58600升级到i99900K 效能当然是大幅的提升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 咦效能到底好多少 那么先用原本iMac2012年款 来当做一个比较的基准 以Cinebench R15来说 iMac2012年款它搭载的是i53470S 跑出来的分数是437分 那2019年款的这一台呢 它搭载的CPU是i58600 跑出来的分数是997分 其实这个分数已经提升了非常多 已经超过一倍了 不过换个角度想 过了7年才成长130% 7年的时间内 我牙膏都不知道用掉几条了 那这边9900K的分数 我们是参考国外其他人开箱 苹果原厂升级的i99900K的跑分结果 跑分是1678分 而我们自己改装的9900K 分数是1766 居然还比原厂高了5.2% 那跟原本的3470S相比 效能几乎是4倍啊 以Cinebench R20来说 原本i53470S的分数是987 而目前新款的iMac i58600 它的分数是2498 也比原本的多了150%左右 那苹果原厂升级9900K的跑分结果是4069分 而我们自己改装的iMac是4303分 比原厂还高了5.8% 对于超乎预料的效能提升 可能是幸运刚好这颗CPU的体质比较好 或是我们用利明的散热膏TF10 真的有异于长高之处 或是因为从Fusion Drive改了全固态硬碟 而让跑分提升 又或是测试环境的温度湿度影响 暂时还没有一个答案 总之我们用相同型号的CPU改装 居然得到一个比原厂效能还要好的iMac 真的是这次改装最出乎意料的地方 记忆体方面 iMac 27寸有4个收定 原厂占用了两个 是两条的4GB记忆体 这次我们额外加装了两条 OWC for iMac的专用记忆体 两条16GB的总共32GB 时迈与原厂的相同 DDR4 2666MHz 所以总共4个收定 全部插满就是40GB 相较原厂的8GB 直接提升了5倍 真的是非常爽 选用OWC的主要原因就是稳定性 他们长期经营苹果的改装品 所以我们可以很相信 它的记忆体品质是非常OK的 目前使用下来也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非常推荐给大家使用 这么大的记忆体 除了对于平常剪辑玩游戏都有帮助外 像是目前玩Cities Skylines 都还没有把记忆体吃满呢 以AJAR测速写入达到5300MB 读取也达到5900MB 也很特别的是 Blackmagic的测速居然比AJAR还要高 因为通常是AJAR的分数比Blackmagic还要高 那我们这次用Randisk Blackmagic测试写入达到6000MB 读取达到将近7500MB 这些速度真的是太爽了 当然也比最近刚出来的PCIe Gen 4的SSD还要快 当然也比原本iMac的Fusion Drive速度还要快很多 Fusion Drive 1TB的测速写入大约是850MB 读取大约是1450MB 这次的Fusion Drive 1TB我们就把它完全拆除了 换上了一片PCIe SSD 2TB 和一颗SATA SSD 2TB PCIe SSD选用的是西捷Firacuda 510 2TB 将它作为作业系统碟 SATA SSD则是选用博地的P200 2TB 博地P200 2TB作为第二颗的实体储存空间 我们并没有让它与Firacuda 2TB做Fusion Drive 如果哪天资料不幸坏掉 两颗硬碟之间也不会彼此互相影响 西捷Firacuda 510 2TB 是一条M.2 PCIe Gen 3百付的固态硬碟 就是改装影片中被夹成三明治的那一片 可憋小看这小小一片 8.7公克的M.2 SSD 因为是2TB的超大容量 价格大约是1万多 几乎跟同样重量的黄金价格相当 当然速度也是非常惊人 读取和写入都有2000Mb以上的好成绩 读取是原本Fusion Drive的2倍 写入更是原本的3倍 虽然没有发挥到这条SSD 写读可以到3000Mb以上的实力 但能在iMac用到这么快的速度和这么大的容量 真的是非常爽 使用上目前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由于Firacuda 510 SSD 是今年才刚上市的固态硬碟 那我们看过一些国内外的资料 都没有看过有人用Firacuda 510 SSD 改装过iMac 所以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改装 而且改装成功的 大家以后如果想要改装iMac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看看选用Firacuda SSD 而且我们目前用下来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既然是改装iMac移除Fusion Drive 单纯把原本的机械硬碟拔掉 让空间闲置在那里其实也是很浪费的 因此我们这次选用了博地的P200 2TB SSD 光是容量2TB 就比原本的传统硬碟还要大一倍 而且固态硬碟的速度更是海放机械硬碟 测试写入速度将近480Mbps 读取略超500Mbps 长时间读写测试也相当稳定 P200 2TB都没有明显的调速 此外少了机械硬碟也少了噪音 重量也变更轻 目前使用下来 P200都相当稳定 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如果要改装iMac时 大家也可以多多考虑博地的SSD 华硕这台ProArt的萤幕主打创作者使用 因此在颜色色准表现都非常好 解析度虽然没有到4K 但2K 27寸加上霧面的萤幕 平常使用其实不太容易看到颗粒 那也跟大家聊聊 一个好的萤幕除了面板本身很重要之外 支架的功能性也是直接影响使用体验的 相较iMac只有调整仰角的功能 PA27AC还可以上下调节左右视角调整 甚至还可以把萤幕竖成直的 有了这么多可调整的功能 还要支撑着萤幕本身的重量 PA27AC还是非常的稳 所以有时萤幕的柜不只反映在面板 也反映在指甲 而像PA27AC还有第三个成本高的地方 就是支援Thunderbolt 3 所以萤幕本身就像一个TB3的外接Hub IO速度非常快 界面也非常丰富 除了iMac内部豪华的改装品 使用电脑也不单单是看效能 要看完整的使用体验 工作才能顺手、方便 iMac长期没有前置IO Pro的设计 特别需要USB Hub的辅助 这次选择的是A10的UH3230 这个Hub的定位感觉比较像是给笔电使用的 其在连接时透过Type-C能够同时帮装置 充60W的电 所以虽然是给iMac使用 放在桌上有时有需要 也可以直接将它连接笔电来使用 完全不用驱动程式 非常方便 UH3230帮助我们把iMac的连接笔往前拉 也分出了更多IO 除了GIGA LAN、HDMI、Display Port 还有USB Type-C Type-A 这样把IO Port拉到前面 不是舒服多了吗? 插个随身碟固态硬碟 终于不用站起来转iMac了 工作才顺手嘛 还有很棒的是 改装完成后 我们正式启用了APC BR-1500G 这台UPS 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大楼电力不稳 或是全台大跳电的情况了 以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 平常使用的功耗大概在100W出头 UPS在充饱电的情况下 大概可以撑到一个小时 非常够用 UPS除了是跳电时的救星 另外一个比较少被注意到的是滤波的功能 可以提供干净稳定的电源给电脑 既然是UPS 我们当然也要来实测一下 在iMac运作时 刻意拔掉UPS上的插座会怎么样 拔掉时 UPS就有发挥作用 让iMac稳定持续运作 在iMac上也会跳出警告资讯 提醒目前已经切换为UPS的电源 各个产品的开箱和文章连结 我们也会放在底下 大家有兴趣可以进一步了解 如果有想看iMac测试什么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来测测看 邀请您按赞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